13题仍然是体组 起则在完全光滑的桌面上放置质量分别为4公斤与6公斤的夹义两物体 且在两物体中间放置一个质量1公斤的弹簧 如图所示 回答13、14题 第13题是问理是说 起则利用夹义两物体将弹簧压缩后 自由释放 则夹义两物体释放时瞬间 两个的加速度比为多少 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要用所谓的F等于MA 那么因为它是同一个弹簧压缩放开的 所以他们的受力是一样的 在受力一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知道质量跟加速度是乘的叫做反比 所以它的质量比是4比6 所以它的加速比就是1分之1比上1分之1 也就是6比上4 也就是3比上2 所以它们的加速度比应该是选择的是C 3比2 第13题的答案我们选C 3比2